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号女嘉宾 从春梅 52岁 李懿 河北人 个体精英 有独立住房 选择语录 开心快乐的生活就好 焦岩皮皮虾 是什么时候做的 昨晚上做的 看见带着吃的来我们就特高兴 其实我早带来的 早到你们那也就点吃的 就是感觉我们俩挺遗憾的 其实我们作为女人来讲都有这方面的特长 不太好播 但是心意到了 我们拿下去看观察室边的男嘉宾 他们费劲播一播 有诚意 有心意在里面 手播屏下 挺好吃的 外面呢 稍微有点辣不尽的 挺香 边老跟我说你有个爱好 有一个你们都想不到的爱好 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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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干什么呀 那咔咔咔是什么呀 就拍照嘛 摆裤子 自拍吧 我用你的砍褲子 这全是您自拍的呀 对 这侧脸的怎么拍 还有这后脑勺的怎么拍的呀 我不喜欢别人给我拍 我就喜欢自己拍 咦 什么样的人爱自拍 自恋的人吧 自己出美的人 爱美的 最长时间在家里自拍拍了多久 比方说我今天想出去买点东西 或卖菜了 可能我就要熟识一下 走之前 我就要在家拍 拍购楼再出去 拍购楼再出去 先收拾最历证的时候 等于您是穿着晚礼服去买菜的 哪天我要是在家 没事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衣服全蒸出来 我就拍 一拍三个小时四个小时 其实每个人都好美 但是就是看你怎么美了吧 有的人就感觉自己就是利亚亲方 来 放片 一号先生的话筒 您会利用手机拍照片吗 用这个我还不会这个 不会啊 那您用照相机给人拍照片吗 照相机也很少 因为我对这方面没怎么太重视过 那这个女士喜欢自拍 像咱们这位女士您看啊看到这个大偷贴了吧 这只是她众多自拍照片里玩的小小一角 最长时间要三四个小时自拍 您什么印象 那太好了 太浪漫了 你对一号女士印象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的 对 具体跟我说一下 您对她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非常非常干练 精明能干 对 你怎么看出来精明能干呢 那精明能干的女常人谁拿四个小时拍自拍啊 没时间 来帮我推下二号电视话筒 您看过女士这些自拍照片什么印象 人家长得也漂亮 活活太浪 就应该自拍啊 对 那是 留下美好的影像 对对对 我很少自拍的是相片比较多 出去玩的时候 我也是 别人帮着 会有男士夸您漂亮吗 有 有 有单身的男士夸您漂亮吗 有 那单身男士中夸您漂亮的 您就没筛两个 说咱看看能不能相处 之前这些年 可以这么说把精力和时间 都用在我这生意上 就八年的四月份的时候 看到一个店转样 就突然间非常突然 我头一天晚上我姐打电话 第二天找着买票就过来了 就这么来的情况 我觉得她是很精明能干 你当年去秦桑岛 没有带着孩子吗 四月份 四月十五号到秦桑岛 六一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接过来了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 很突然的 没有准备 玩事儿孩子 就是每天给我打电话 想我 后来以后 我姐姐说 要不然的话 你把孩子接着来 转这边上学 我帮你照看 所以我就利用她 六一放假的时候 我就她接过来了 那很快 她一来了以后 我就全身心机 就投入到店里 那先生当时没过去吗 她是公安局 那肯定是过不了 就两地分居了 就是正因为 做生意两地分居 最后分开了 肯定是这样的有问题 要不然为什么 他们离婚了呢 在秦桑岛这个 生意做得顺利吗 有效果 有效果 是怎么办 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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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他有效果 最初是 有效果 有效果 全部 被领 第二 有效果 突然 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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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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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身高可好 适合你这身高 您这身高是不是择偶也有对对方一定的要求 没有啊 没有要求 女士呢 您对这个身高有要求吗 我也没有 您多高呀 我应该是一米六五左右 那像先生这样大高个儿 您喜欢吗 这种高度 挺好的 喜欢高个儿的话 来 我们看一下一号先生的简单资料 请看大屏幕 一号男嘉宾陈清燕 57岁 离异北京人 手刚退休 有独立住房 我发现先生有一个口头语 显得特别的踏实 先生 您这脑门上是什么情况啊 就打球时候挂了一下 什么时候打球挂的呀 前前 打篮球吗 打篮球 对 您现在还在打篮球 还在打篮球 经常打吗 经常打 打得动全场吗 全打得动 打一个半钟头 俩中头没事 真的 倒半场都打不下来 我觉得人家现在这个不打篮球也可惜啊 我是对这个身体首要的要求 就是要健康 女士平常喜欢运动吗 喜欢 非常喜欢 喜欢哪种运动 户外运动 还有游游 自己给家跳舞 自己给家跳舞 放起来自己的去健身吧 去跳什么舞呢 你就放什么去自己随意的 先生会跳舞吗 我不会 我把您吓了 我没让您跳 我平常喜欢跳跳舞 唱唱歌 只要我自己待着 早上晕得我四十分钟 下午走一个小时 如果不外出办事 我天天这么做 咱家里有一位女主人 放松的时候 音乐一起在家 这样这样 那感谢 但我觉得你有点顾虑是吗 因为人家很优秀 很近 就是比较强人吧 女强人 对啊 那你没看到 咱们女士小女人的一面吗 也看到了 开整中间饭店又有钱 人长得又漂亮 又活步又开朗 她肯定 来帮我推下二号先生的话筒 你对一号女士印象 是不是挺好的 我比她大十岁呢 大十岁 女士年龄您在乎吗 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 有好多 你看叔叔挺大 身体非常健康 对 还有呢年龄 所以如果身体非常健康 十岁的差距 您能接受吗 可以啊 先生 您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当然是健康啊 但是我身高不够 我才一米六七 一米六七 女士一米六五 穿个高跟鞋就一米六八吧 这身高您介意吗 应该没有什么体化 女士说了 只要你够好 够优秀 够对人家好 身高和年龄 都不是问题 是吧 那就好办了 好办了 怎么办呀 聊一聊吧 聊一聊 先让场上聊会吧 对先生第一印象是什么 挺好的 挺稳重的 您觉得她是什么类型的人啊 好像有一点内向吧 内向 您自己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吗 我性格十分开朗 不痛 我就喜欢痛苦人 女士和您在一起 您能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呀 带来安全吧 安全 安全啊 怎么就算是安全 要打我 是吧 下一个 怎么就算是安全呢 咱们也最想听的这句话 你怎么给带来安全 一个安全稳定的家里环境吧 安全稳定的家 这是我们生活最基本的保障 对 对 身高又有重量 您刚才吃那皮皮虾了吗 我吃那过敏 你咋跟孙子一样呢 我对这个羊肉 跟这个海鲜类的东西 都不使用糖料 二号吃了吗 他吃了 抱歉二号先生话筒 刚想问一下 这皮皮虾味道怎么样 一号说它过敏 您吃了吗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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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爱吃海鲜吗 没有我不吃的东西 生活习惯要互相调整 但情感基础是最重要的 愿不愿意迁就对方 包容对方 这个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对 其实先生 您不是第一次来选择是吗 对 还是单着呢 对 中间谈过吗 中间也有过 有过是谈恋爱了 还是见了见面而已 也谈恋爱了 谈了多久呀 不到半年的时间 是通过选择认识的 不是 别人介绍的 上次的录制节目 你满意吗 上次很满意 自己的表现 很满意 很满意 来我们看一下节目回报 请看大屏幕 陈先生是往期选择的 一号男嘉宾 踏实 憨厚 但却不够浪漫的性格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每天自己做饭 自己做饭 反正一个人也是做 还不做俩人 你愿意吗 这愿意 你愿意收拾家吗 愿意收拾家 你愿意刷厕所吗 这活也愿意干 就是说咱们家的活 只要有爱都可以 对吗 对对对 男生这挺忧性的 对 他有很多男士的 这个朴素和这个 就是忠诚那一部分 所以我有的时候吧 我就特别纳闷啊 因为做选择这么长时间了 我会发现呢 有一些特别老实的 特别那种 稍显木讷的男士 那最后都被剩下了 你说所有的女人来这里头都说 我要找一个什么踏实的 什么可靠的 都会这样说 可是最后我却发现 踏实可靠的 像这位大哥这样的人特别好 却这位剩下了 你生活不是契合实际的东西 对于我来讲 我不是很追求 你光嘴添 添蜜有什么用啊 教你宝贝 你教你什么呢 那又不当饭吃 又不当生活 先生您觉得自己是那个剩下的吗 这也不好说 但其实节目播出之后 您有很多热线电话 您自己知道吗 是知道 知道有多少个 20个当中您没有挑出来 相对众议合适的吗 这个我是这样 这20个我就也没挑 也没跟人家联系 为什么不联系啊 就因为当时后来啊 就是有刚才说那段 这个情感经历以后 给耽误了 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啊 我向那20个热线电话 给我打电话的人啊 我相当表示深深的感谢 感谢他们 但是好多机会也错过了 是啊 你是如果您在电视上啊 看到了这位先生的表现 就像刚才 节目当中表现得很踏实可靠 但就是剩下了 那您会觉得这位先生 如果在您的生活当中 就是出现的话 您会考虑吗 这样的性格 只要有演员就会 我现在第一选 就首先身高要匹配 千万比比不矮 但是有演员还是没演员呢 挺好的 本分厚道 善良的人 但您担心他不太浪漫吗 也不是说非得要什么浪漫 就我就喜欢生活当中 那种那种氛围哈 在一起说说些要开心的那种 最重要的是生病的时候 能守在你身边 你哭的时候能给你擦眼泪 痛苦的时候他能给你分担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先生呢是因为女士的外表 以及女士还有四个店铺 被这些信息给唬着了 女士呢给我传递的信息 她选择是一个丈夫 那么男士一出场身体状况身高 包括这个厚道程度 我估计还在他这个范围之内 如果先生尝试着您排除这些因素 毕竟过日子 甭关有多有少 说实话 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 咱就是一口饭吃 您吃多好也就那么回事 你老百姓嘛 你老百姓就过老百姓的生活 倾向的比喻一下 您这这么大一块 人家是这么大一块 人家说了新人既然觉得有压力那些 我切这么一块 搁过来就行了 这不就对等了吗 对是 但是有一点不对等的就是 你是真漂亮 有人说他们两个人合适吗 从这外表气质上应该说挺合适的 我们做个情景模拟啊 你在情景模拟中好好表现 好吗 来两位请起立 情景模拟 两人初次见面 临近中午 两人选择餐厅吃饭 大屏幕会显示四种不同类型的餐厅 供嘉宾选择 普通餐厅 大排档 漆餐厅 竹光餐厅 选择好后由服务员进行点餐 看男女嘉宾如何应对 哎呀 还是选竹光晚餐吧 那吃肉有情绪啊 第一次应该有一点浪漫色彩的好 别上大排档了 大排档有点太直接太实在了 说话都听不清楚太乱了 你会选择这种 这种就好了 哎呦 挺浪漫的 好 好 两人请坐啊 竹光餐厅灯光昏暗啊 这服务员还高度进去 咱们演的是一个竹光餐厅 高档餐厅是吧 那我演一个高档餐厅的服务员 高度进去 行 高档餐厅服务员啊 咱们准备开始啊 怎么着 是不是啊 高档餐厅就要服务这样啊 大排档都不这样 Ladies and 乡亲们 咱们来到我们竹光餐厅很感谢啊 然后我们这儿有菜单 哪位点菜 女士点 先生点 先生定个吧 我一般出去是 跟女子说酒的说吃什么 哎 是的 先问你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 我们这儿餐厅比较高档 我们这儿有这个鱼翅鲍鱼龙虾象麻棒 握树 9800一锅 您来一锅吗 还有这蜡烛也收费的啊 蜡烛一根350 您这么着 吓死了 男生 来一锅乱顿 谁还能从北 来一锅海鲜乱顿是吧 9800一锅的 9800一锅你来一锅 哎呦喝 可以啊 那蜡烛350一锅 您来几根 太大了 想着先吓傻了 来 那这几根合适 来 来两根吧 来两根350的大猪是吧 先生 我建议给您一个 制监部门的电话 直接 行 那就是您点了一个 海鲜乱顿锅 9800的 两根大猪锅 一根350的 是吧 那个您还叫什么吗 就是 不用了尊重先生的选 就可以了是吧 我觉得人家还挺大 点完了在这儿 给人打一年功 要是两个人有缘 成了去个浪漫的地方 还可以 第一次见面不见得 能不能成 我觉得 没有那个必要 先生 我咋听说 您不是那种大方人啊 我还是这场生活当中 我是比较那什么的 比较就是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清点吃鸭的人 真要是第一次约会 很喜欢女士 去了这样一个浪漫餐厅 您会花那么多钱吃饭吗 会 真的吗 马老师 你会花9000多 和你媳妇吃顿饭吗 这样的人 第一次花9800 给我吃一顿饭 真的我还不敢要他 我觉得他太败家了 不会过日子 我是这样来看 刚才先生的 这样的一个反应 就是 因为 我们看到那个小片 也强调了一下 而且先生自己 恐怕也认为自己不够浪漫 所以在这四个餐厅中 那么什么浪漫呢 就煮逛餐厅吧 那么既然 说完先生不够浪漫 那我今天 我一定要表现出 我是一个浪漫的人 9800 你后边再加一鸣都行 这不可能 这是 人家傻儿说着玩 但据我所知 因为我们编导 对您的了解 和你以前经历的 给我们介绍 你好像 很节约的 因为我这日常生活当中 确实是节约的 你打个比方吧 咱们上早市买菜去 是吧 早市买菜 我一习惯呢 就是早市基本快收个摊的时候 平常日子 比方说这一块五一斤吧 收个摊的时候 得了这个一块钱一斤 或者两块钱一斤 对你拿走吧 回去吃也不跑 我是这种习惯 应该是会过日子的 不我不觉得 我觉得它过于节约 这么节约 会挖9800 吃海鲜乱炖吗 这种如果需要 需要这种浪漫形式的话 那看您需不需要 也会 真会 坚信的话 后边您可说不回来 我替您有点担心 我觉得您呢 是比较朴实的一个人 我认为您更可能想的是 这顿饭呢 咱可以花的适当的少一点 但是我可以买一个这种 能够长期保存的东西 比如说买个戒指 买个项链 咱要花9800 甚至说过了万 问题也不大 是不是这样更符合您的状态 对 确实是 没必要 即使你收入再低 假如说你收入2000块钱 现在也没有必要这样过来 我来问一下女士 就是先生说她生活中很节俭 比如说早是会挑快要 就是歇市的时候去买比较便宜的菜 这点您怎么看 我还是比较赞成的 因为这菜不论是早上晚上 它只要是新鲜就可以 就看来这先生身上一些特点 您并不觉得是不能接受的 对 都可以接受 而且像刚才他说到西餐厅 他这种这个心意 但是我肯定真正说两个人去 这个到真正吃的时候 我肯定不会让他去花这个钱 但我能领会到先生 他的这份心 我不会让他花这么多钱 心意很重要 对 不知道女士心中究竟 对您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们来打个分吧 好不好 看看你们会给对方打多少分 女士会给男人打多少分 从接着她的这些个爱好来讲 我认可她那些个买菜的行动来讲 我认为她会打高分 来 背对背打个分 女士 好 来 请转身 先生 您估计一下女士给您打了多少分 哇哦 哇哦 我估计打的就是 八十分以上吧 我觉得好像是 她有点在我们这个女士面前 没有那么充足的自信吧 因为我对这方面的各方面的能力 反正 您不自信了是吗 对 也有自信 但是跟人家比还是 您打个女士的这个分数是 您心里真正的真实的想法是吗 哦 有 猜猜多少分 猜猜好 猜猜 八十分 哎呀 你们怎么都对自己的评估那么低呢 怎么会是八十分呢 大家都这么喜欢您 我感觉到先生有顾虑吗 有顾虑 但实际上先生给您打的分数是九十五 哦 别着急鼓掌 看一下女士给先生打的分 八十分以上吧 没准还得九十分以上 哎呦 就是六 我咱俩都说错了 都说错了 行 我还说到九十分以上 那就是 就是班配的一个分数 两个人结合的一个分数 先生知道您在你是心中的位置了 知道了吗 是的 您是不是首先得感谢 人女士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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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代表您真实的想法 认为先生还不错 是的 有可以继续接触的可能 可以 但您有什么顾虑吗 您可以直接问先生 因为还不太了解他 平时现在都有什么爱好吗 先生 平时我爱好也很少 就是有时候找人去 打我球的 因为我自己照顾自己的时候 差不多 麻烦了就没什么可看的 孩子也成家了 孩子成家了 我那是一姑娘 是吧 有女儿 挺好 挺好 女士好像还挺满意的 这样啊 我们慢慢来了解一下先生 因为都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来简单采访一下先生具体情况 您先休息一下 好好好 考验考验他 好 谢谢你啊 来 先休息 感觉这个先生 应该是一个比较很可靠的一个人 如果说要是和他在一起过去 肯定比较 有一种安全的 其实您之前有过婚姻 也有过情感 对吧 刚才说了 在上了选择之后 谈过一段感情 就有 怎么就分了呢 对方啊 他比较生活 比较 比较享受生活的那种人 享受什么呢 比如说旅游啊 你比如说 你不是穿戴方面比较讲究啊 我的生活状态啊 就是还想在退休以后啊 退休以后一直到就老年吧 这段时间 还想再干点什么 因为经济的原因 还是因为闲不住的原因 主要闲不住的原因 我就怕闲着 到现在我这岁数来 该享受享受生活了 你们的财务是AA制吗 还是怎么样 还没到那种程度 我发现在吃这种情况 我就 就那个就不行 那他消费的是自己的钱吗 是啊 就是我怕就是将来比方 走的一起生活以后啊 对 就这个情况 就是闲击不到 差不多就得了呗 都拆会着花呗 你俩人一块大伙 客人吧 其实像他这种做法呢 人过日子嘛 晚上去买的话 只要新鲜就行 就你比如当街社会上 有很多像我们的退休年龄吧 退休年龄 都讲究 从前半辈子都累挺什么的了啊 后半辈子去享受一下 什么东西 但是我这种思想呢 始终进入不到 这种享受的状态 你还想做什么呢 现在还在做什么吗 我是手钢退休的 我年轻的时候啊 想做学问 没做成 我想考考个大学 也没考上 就我这辈子 没做成的学问 我想呢 利用退休的年龄以后啊 把这缺陷补回来 能补多少补多少 您准备考大学 您还学 您得考虑考虑 你自个人那头脑 有那么灵吗 享受享受生活 那么干一辈子了 干了好十年了 好 我是不干了 来 帮我推荐二号女士的话筒 先生刚才一再说呢 他对后半生的规划 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 补上以前辣的那一课 您怎么看 能接受吗 我不支持也不反对 因为我觉得啊 年轻的时候 你该努力的时候 没努力 你把那个时间错过来了 那么现在我们老了 我们应该享受以后的时光了 这个时光呢 应该陪着老伴 陪着孩子们 安选晚年 去出去旅游啊 或者享受享受以后 快乐的时光啊 太幼稚不现实 您弄点实际的吧 我觉得不太现实 其实我生活也挺节俭的 但是我又很随意 比如说这个菜 到时间买去 不必等得太晚 我觉得没必要 真的 而且学习呢 我觉得现在 人老了基地未必就多好 老了吧 我觉得还是 那个什么自然 顺其自然一些 好 我说到老了之后呢 找一老伴 互相之间 旅游一下 玩一下 我觉得这享受一下 你们俩都想去玩 就没有学习的吗 有 但您说两句 这我觉得先生这想法 虽然有点偏了 但是很多可取之处啊 就麻烦想问一下 他想学哪一类的知识 我倒是想看看 数理化这方面 真想学数理化 没有实际价值吧 这人到这个年代 他退了学以后 感觉到生活 就像缺少的什么 喜欢什么 就是补充一下 自己充实一下 知识 就是知识地用于事业上的 你事业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就该享受你以后的人生了 大家对您 我认为啊 几乎是一边倒的 不是不支持您读书学习 而是不支持您 这个年龄再从初中开始读书里化了 没有必要再被根号三等于多少 根号五等于多少 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生活似乎有一点远了 我们又不准备搞这方面研究了 因为年龄在这儿了 所以内心的那个原因在哪里 一会主持人再去采访 我相信当时肯定是受过一些刺激 对 我就属于这种情况 内心的那个原因在哪里 一会主持人再去采访 我相信当时肯定是受过一些刺激 对 我就属于这种情况 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如果说确实剩点时间没事干了 你可以看个数学一学习 这个也没啥不可 要不然他挺难受的 我觉得老年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就像有些阿姨说 老了 咱不学了 想去享受一下生活日游 那是您想做的事 那先生觉得自己从小有个梦想去读书 包括数理化 他喜欢这个 我个人很支持您 但是有一个小小提示就是 在您追求您的这种专业方面学习的时候 该陪人家旅行旅行 该陪人家享受生活享受生活 您再空出一部分时间完成自己的实验 您觉得这个建议能接受吗 太坚定的建议了 能接受 好不好 来 我们掌声有请二号 您好 女士 陆宁这个也够高的 这平点鞋吗 不是 稍微带点 我看看这个多少 稍微一公分 一厘米 高 真的高 来 女士不好意思 跟先生走近一下 我们看一下你们身高的差距 大家觉得身高合适吗 这也挺合适 他有点像 有点呼吸像 反正就是说 从身高来上来 还挺搭配的感觉 女士您多高呀 我一米七三 在您那个年代 同龄人是不是算大高个 在学校里我是最高的 工作岗位中 工作岗位中也是我最高的 就一路走来都是 这样看着我这些女士 这先生一直在同龄人当中 也是大高个吧 对 您二位因为是差不多年龄相近的 是不是这样大高个 找另一半都会有一些顾虑 有 有 就是有想过说 我这不能找比自己矮的 像马尔这种 当时我 我的择偶标准就是 什么都可以救货 就是身高不能救货 这女的还可以吧 挺有气质的看上去 但是 我跟我爱人 上店的时候 可以说介绍着骗了我 他说他身高一米八零 我们俩见了半个小时以后呢 就九个月以后见到第二次面 他才不对 然后我才发现他才一米七三 您第一次见他 过他多高啊 你们俩还是一路都是蹲着头 没有 他在一个宿舍里坐着嘛 我也是坐着 我们俩见面 他没站起来 连到最后告别都没站起来 站起来我也没好意思看他 跟头一个都不像上下 他就身高推高了 所以以前也非常在意身高 那现在呢 现在也在意 也在意 但是如果人品好的话 人品更重要一点 像先生这样的身高 和这样的情况 您的印象怎么样 这个身高应该 对我来讲 这个身高是比较理想的 先生对你是这个身高满意吗 满意 对 你是年爱运动吗 这么高的 对 我喜欢跳舞 我喜欢唱歌 跳什么舞 交际舞啊 广场舞啊 还有那个网络舞蹈 我都喜欢跳 什么是网络舞蹈 对着视频有腰 我们这个现场 有一位跳得非常好的老师 但是他身高和您 不是特别般配 不知道这位老师 愿意和您 说你呢 我有一个密友特别好 他今天陪我来了 你们俩经常一起跳交际舞啊 对 我是他的男伴 他是我的女伴 那来一起欣赏一下吧 谢谢啊 那就是五星 那都是五星级的人物 好呢 那多棒啊 人跳的 他也是单身 那个你也单身啊 你也挺高的 我今天给他也介绍一个女舞伴吧 他不是喜欢跳南部吗 我们这儿有个专家 跳女步跳得可好了 他就是亲爱的马老师 你们想犯犯马儿犯女步 反串几次 开始 咱就所幸 咱就反串 你也反串 我也反串 好 行吧 反串几次 干嘛 这是他 哈哈 呀 我才发现这个变异 是嘛 不变异 你你你你你不是要不做男步的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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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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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还是男步的那感觉 你可以跳男步带我 我也会跳女步 哈哈哈哈哈哈 咱员 天上有个红月亮 你就像那熬红眼睛的新娘 天上有个红月亮 月亮她也能把地球照 好久时你 她还是过热的 以后拒绝和一米气伤的女性跳舞 电视角绕不着 挺开心的 女士今天 我们还不太认识您了 来看一下大屏幕 您的简单情况 其实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很多 以后晚年生活 中老年生活的生活方式和节奏 刚才先生说他想学习 那么他对财务的管理状况 他也是比较节俭 您怎么看待以后的生活 我觉得人活着不要太累 如果说我家里需要 什么时候吃菜 我们什么时候去买 不要规定一个时间 这一点我觉得 我跟这先生观点有点不同 再给您一个妥协的方法 一三五您买菜二四六他买 不要我在我的家里 不管一三五二四六都是我来去买 作为女人来讲就应该打抵好你的家务 从外表看应该还是可以吧 就不知道那两个能说到一起 您对先生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是因为老师憨厚 又健康 是又值得女人依靠的人 诶 评价这么高呀 那这菜他非要买美食人心 非要买那个碎 但是人跟人的性格不同 如果说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人 我相信他会承担起他一个做男人的责任来 我对那前台看的特轻 有吃有喝就得了 够花就行了 您愿意为了女士啊 为了您将来另一半稍多调整吗 这也行 可以可以 先生很嘴巴啊 您对这女士的印象怎么样先生 我评价非常好 来两位背靠背请打分 她分低不下95 那女的给男的呢 她得90 因为她那身高的看上去合适 男人吧 她不喜欢找女方各方面 这个抢过她 她发有压力 女士猜一下先生给您打多少分 95分 95分 您说和给刚才一号女士的分数一样 第一印象都差不多 对 您打给女士的这个分数 是您心里真正的真实的想法是吗 哦 有 先生 您猜一下女士给您打多少分 您觉得比刚才一号女士 给您打的分是高还是低 高 高 刚才一号你是给您打多少分 您觉得吗 比96还高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女士给您打的分啊 哦 起码的90以上 女士看一下先生给您打的分啊 您估计一号的高还是您的高 嗯 一号的高 来 我对男士了解的可能还是少一些 但是我对我姐了解的多一点 嗯 她的性格比较这种开朗 我觉得要是找还是应该找一个就是性格基本上能够一致 她先太肉 不行 她说话我也不痛快 可能是她的工作环境造成的 她就是两点一线 比如说工作 家 爱队 有点内向 这女的多帅呢 你看这小白眼长得那干净利涂 这女的 徐女士 您这位女朋友 她说的和您的心意有相通的地方吗 她非常了解我 先生给您打的99的分数是非常高的 但您其实心里还是有保留的是吗 嗯 对 来这样吧啊 先生 嗯 其实我相信二号女士上场之后 从外形到谈吐 您都觉得还不错 对 是吧 所以打的99这样一个高分 嗯 但其实我们对这位女士也不是特别了解 一起来听听她的故事 好 您休息一下 好吗 二号 您是觉得对二号女士的印象 比对一二女士更好吗 就外形身高比较般配吧 另外的话 另外可能都是 就是都是 都是国企退休的 这个比较接近 年纪肯定是国企退休 我也是国企退休的 这可能比较接近 比方这么说呢 要比方这种情况 走在一起的话 能有点共同预缺吧 您在做什么工作呀 哦 原来是一个运销公司管车辆 就是主管车辆安全 车辆外围的那些个业务 退休了之后再做些什么 退休了 在北京找了一份临时工作 一个办公室的勤杂 政客时间在办公室听电话 接待来客 然后呢给领导送文件 业余的时间 大家下班的时候 我要清理办公区的卫生 您好像还有一个 网络上的一个职务 单身群的征婚主持 单身群的征婚主持 哇 这是您啊 这个我不是特别了解啊 这个还有单身群的征婚主持 在网络上 这怎么操作呢 就是旅游玩 它就是走上这么一群聊天呗 就是大家都进入这个群里边以后呢 都是单身人 然后呢有一个人上视频 给大家主持一下 您跟品宏老师是一样的 对对对 相信节目的主持人 对对对 就是把卖续排起来 今天晚上哪位朋友 想上这个视频 给自己征婚的话呢 卖续排上来 哪位朋友走上视频以上 咱们视频以下的 这些个观众 看好他 可以走上视频去应征他 这还挺这个新生的 这样一种相亲话 很多现在 我们家我二哥就组织一个群 山水天地间 成天穷聊 有时候也玩一下 有时候我跟他们出去玩玩 就爬山去 你们这个群里有多少人 两千人 两千人啊 您是主持人 但是上视频 进视频参加这个 征婚活动的 不见得有多少 最多的达了一百人 那每天这个业余时间 做这个征婚主持 应该也挺忙的了 每天八点至九点半 他是主持 他怎么没从 这么多单身的人 您又是主持人 那应该看到 很多的人的资料 没有看到适合自己的吗 别人呢 去找对象 我去是帮别人找对象 这个角色不同 不您没有公布过自己单身的身份吗 公布过 但是我没有时间跟你聊天了 那人家会主动找您聊吧 因为我这主持人单身 找得还挺多的 挺多的 那怎么不留意一下呢 如果好像有那种安心感 作为主持来讲啊 如果说你亲而易举的接受这个群里的任何一个主持的话 你这个主持就没办法再进行了 不太好谱吧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他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这些内容 真实性 以及他们婚姻的状况 在之前是需要有一个验证吗 只是进群的时候验证一下他的身份 他说就行了 对 没有真实的验证 不需要出示一些什么证据 所以这个群和我们的这个现场是有区别的 那个真实可靠度是没有一定把握的 您把握的那种 没意思 就聊 就穷聊 我说你聊什么劲 您怎么会进入这个群当上主持人呢 在我爱人去世以后呢 我曾经有一度特别的精神崩溃时间 我婆婆啊 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 我小叔子呢 是一个脑干出血后遗症 在这个家庭里呢 是寂寞超出所有的家庭 基本上真调的第一次 可以听到那个响声 就非常的寂寞 我在那里陪伴他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时间太难过了 我就突然又想到打开电脑 打开电脑有一天呢 突然就看有一个人又拉我进群 删除他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个视频区 我就点开了 我说进去看一看吧 哎 发现里头很热呢 他们就让我上那个视频 我也不知道怎么上 无意之间点上去了 还得到大家的认可了 然后我就无意之间唱了一首歌 他说大家很欢迎我 我就在那里挺热 挺受这个热情招待的 所以说一点一点的啊 觉得这里头是我一个心情的一个寄托 我现在就是这目的 就是60多了 我就盼着我身体好 把身体锻炼好了 我到时候喝口凉水都是香的 您的所说这些热闹 都是虚拟的 在一个摸不到 感受不到的空间里 为什么不到现实当中去寻找这些生活的乐趣 去这种真实的可以看得到 可以一起吃顿饭 可以去逛逛公园 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相处的朋友呢 我现在远离家乡 我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 他我的朋友都在唐山 现实当中我也不可能能认识到 适合我的异性 其实当初接触这个群 也是因为先生离开了 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更多的 是痛苦和失去 所以就一头扎在了这个虚拟的世界里 我跟他有同样的感觉 半年笑不出来 走不出阴影了半年多 先生这个过世是很突然的吗 很突然 发生什么样 12年8月9号 我们回来准备给我婆婆过生日 那天 因为她总看奥运会运的那段时间 她休息不太好 所以每天下午都上去去睡会觉 我刚给她买了一条烟 她夹了一条烟 拿着个水杯就跑着上去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心脏不好 但是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了 也没引起注意 到下午三点多钟的时候 我婆婆就让我上楼上去看看她 当时我就心里有一丝的不香 也不敢肯定 然后经营是做什么的 开旅店 这条烟都是这小马家烟的 小马家烟的 那边也挺烦烦的 嗯 还行 您在里边开的旅店是吗 对 平常生意怎么样 平常生意挺好 生意生意挺好 这是什么叫外客厅 这是内客厅 这六街房是属一个房产证 那个老宅子 我下边旅馆是后来我买的一个院 专门的又是一个上餐站 这旅店的厕房 请看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双人银 旺季的时候大概有多少收入外一个院 旺季的时候 旺季的时候拿个一万二双子 开旅店 生意怎么样 还行吧 自己家的房子吗 对 自己家的房子开旅店 我就是两个院 我自己一院后来我又买了一院 我觉得最主要的呀 就是是不是自己房子 是马先生呢 他有精的头脑 他要做点事 对 对吧 自己的房子空着也是空着 那索性 我就让他转化成生产力 有头脑 都有头脑 比较精的 两位都不是特别了解 可能一上来就因为彼此身高的差距 而产生了一些觉得有一点点隔阂 其实有时候身高啊 在感情当中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两个人相互了解最关键 我们这样一起做一个游戏吧 也各自展示一下自己的性格特点 好吗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哎 怎么走啊 拿手 哦 礼拜 开始 对 注意安全 下两个台阶在回到原住 加破 下台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太好了 慢点可不就坏了 他男是比较走动 嗯 你的配合也不错 嗯 往回吧 我上去吧 上上啊 来 因为我上好难 拿大 上 好 好 好 加破 嗯 加破 哎 哎 来 拔两手吧 拿过来 哎 哦 掌声鼓励一下 刚才在这个小游戏当中 马老师 两位配合特别的和谐哈 对 一方面的说 男士是很主动的 而且很自信 很自信 而且马老师上来就一把把人手抓住 哈哈哈哈 特自信 哎 怎么走啊 拿手 哦 拜 开始 就这么走啊 明知道身高是压力 嗯 但是在这个时候 就表现出他的 店老板的领导力来了 嗯 你当过兵吗 当过兵 对啊 你才能站姿 就是不一样 挺拔哈 对对对 我一站就 就这样了 我们家客厂上都是军人出身 我一直对军人有一种 不一样的这种 好像这种感觉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二号先生 您先休息一下 感觉他这个人就是比较老实稳重 二号先生感觉也不错 也是一个比较有成就的男子汉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身高不合适 您当过兵 对 哪年 七五七六七七 三年的军女生活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 哎呀 您这是看向观众席 是有战友吗 有战友 有战友 哦 你们当年就七几年是一起当兵的 介绍一下您这个战友 我们这个战友啊 是身体特别好 性格也挺随和 嗯 这个 后来这个妻子得这个得病以后啊 他是精心精意的照 他这几年特别是不容易 哎 两个儿子 大儿子现在是结了婚了 二儿子是博士 哇 那么有点 在他们那个航天部医院那点上班呢 嗯 大夫 像这个岁数都挺寂寞的了吧 找一人得照顾他 先生的爱人啊 过世 他精心的照顾 据说这块我看先生情绪也不是很平静 像过去呃就从部队出来这些呃 这么大年龄的人啊 应该素质啊啊 啊 对 这一天 可能会有点赞 让我不准有了 请不吝点赞 把我放给你 大夫 大夫 社会 小哥 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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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个07年退出来 就没唱过了 平常这个业余爱好 也不去 比如说和大家唱唱歌 参加个合唱团什么的吗 唱读唱呢 要练声 也说演出之前 也要在家练 所以她呢 就得了病了 最后就翻这个唱歌的 所以呢 我呢就退下来 陪她养病 就一直就暂没有唱 先生病了几年 应该是五年多 就是从08年到13年 对对对 是什么病呢 02年年底 03年年初 就是说起床起猛了 血压高 就是说 就是十几毫升脑数血 再凉乡住院半个月 就是说好了之后呢 就一直在家养病 是因为先生高血压 唱歌什么的 会觉得让她 比较有些心烦 心烦 对 是就退出来 就再没有演员 再没有唱 完了她08年走了之后呢 我也就说 半年就走不出这个阴影来 就不能闲下来 一想爱就想她 天天找活干 一找活干了 就想不起来了 一停下来 就马上就受不了 所以其实 刚才包括先生讲那段经历 您也非常的理解 对 这个女士上场之后 您没有太仔细看她 看了 看到了什么 挺年轻的 还可以 所以一看这女士 这个照片上的姿势 也是经常登台表演 看那三十多岁似的 真的 太过脚了 太过脚了 先生 面貌也挺漂亮的 怪不得先生 刚才是这样的 看着眼不看了 心想这三十多岁 和我年龄差距太大 我就不看了 是这意思是吗 是是是 这五十六岁 年龄一出来 我发现您就一直盯着人看了 算是年龄相当 女士这个照片 也真是展示 当年您登台的这个风采 我们今天呢 虽然说过去的人 在我们心中 都非常的怀念 但今天走上这个舞台 是奔向一个 新的幸福的生活 咱们把以前 您登台亮相的这种欢快 带给大家好不好 跟我们来一段 好吗 好 挺专业性的 这经常演出的人 又投入又有功底 听着有一定的音乐基础 看起来原来的时候 应该是唱得不错的一个人 愿我们到处 都有好朋友 不知道刚才那个摄像 捕捉到您的这个眼神没有 我给您那个眼神 做一个归纳总结 那眼神中全都是赞赏 赞美 有功底 不光是歌唱的好吧 还是觉得有点缘分吧 对 有点演员吧 对对对 有演员 有 刚才看资料 您二位好像都是房山人 对 是吗 更近了吧觉得 说实话 真的想找这么距离近的 还不好找 你是说生活中 有很多这个 兴趣爱好是吧 绣了三年半的十字绣 哦 十字绣 我那还介绍了一下 十字绣啊 对 我绣了三年的这个大 我的天 这是功夫 这就不错 这得几年的功夫 划2米高1米12 2米啊 哇 这费功夫啊 三分之一是用了一年半 绣半天 还有半天的活动 嗯 三分之二是绣了一年半 就加班加点呢 晚上干到十一二点 哇 所以您说就得不停地做事 做事 这是第一个穿那个珠子 加和万事兴 就这位这位大姐 她肯定是什么呀 心里非常那个平静 踏实 稳定的人 不是那种 特别爆发的 其实先生也是一个 多才多艺有很多爱好的人 很喜欢运动 身体也非常好 是吧 身体好 嗯 平常经常会运动会锻炼 我爬地做活成40个 40个 你知道先生怎么做吗 还不是这种普通做 是吧先生 我是俩手指头做 尊导您能做吗 俩手指头 来试试呗 跟先生一起做俩 祝炼尘 就俩手指头 我都带不住我觉得 先生你也祝炼尘 啊 你看 哎呦 我的身体真好啊 身体真棒 你看 真一直沉 你先生的身体是倍直 对吧 哎呀 张声鼓励一下 呦 这场下来了个小宝宝 您也鼓掌呢 这是我孙子 这是您的那个小孩哈 真可爱 刚才我看您儿子 那儿鼓掌呢 嗯 这个是您的婆婆 婆婆 嗯 对 您觉得场上这位先生 这位叔叔啊 嗯 和您婆婆合适不 哎 我觉得叔叔挺好的 嗯 身体健康 然后呢 我婆婆也 呃 很爱锻炼身体 也很注意中养生 我公共去世 已经有六年多了 呃 我婆婆呢 就很不容易一个人 但是呢 他自己特别的心灵手巧 也有很多的兴趣爱好 嗯 所以我觉得 自从知道有选择栏目之后 我就特别支持他上这个节目 嗯 然后又特别高兴的是 知道他能够今天上这个 节目来录节目了 所以我们全家都来支持他 嗯 希望他在这里能够找到 他后半生的一个伴侣 呃 有一个很好的呃 黄坤烈 这婆媳关系真的好啊 这种家人太不容易了 先生 你看人家婆媳关系好吧 好 这种 真是有大不解 能和儿媳妇出好关系 那和未来老公也错不了 您觉得呢 是 是吧 先生脸都红了啊 我觉得也合适 因为他们距离很近 嗯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心中 呃都住着一个完美的对象 也许是自己过去的爱人 也许是自己对未来生活的期望 但是我们真正生活中的那个伴侣 是什么样子 还要我们回归到生活的本质 是否能够在一起柴米油盐的相处 是否有共同的兴趣爱好 这个非常的重要 呃 我相信先生心中呢 对您是有一些好感的 但是女士心中是否对先生 有那么一点感觉 这个我们在最终选择的时候 看看我们彼此的选择 好吗 好 先生 您使劲点头干嘛呢 您您是对女士油盐员是吗 对对 我看有点油盐 觉得挺好的 可以 哦 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 我是五一年 不错 在两下飞机场呢 嗯 退休了 嗯 飞机场退休 嗯 您是婚姻状况呢 对这个上欧的 也是上欧 对 这位女士身上哪点吸引您 挺善良 善良 嗯 您这是厚巴黎 之前都坐在一边不说话 节目最后了 对这位女士很有好感 是 好 那么厂家这位先生呢 对女士表达了好感也简单介绍 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们都可以彼此留意一下 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也可以对厂家这位先生多留意一下 好吧 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谁和谁 更有缘分 我们来进行最终选择 有请各位 一号先生 您准备好鲜花了吗 我还没准备好 我选择放弃的 因为三位女士都很优秀 哦 我 我不敢有点大力 但是其实刚才厂商 一号女士对您 挺有好感的呀 您不想试一试吗 哎呀 不不想试 好 放弃了 没关系啊 来 二号先生 您今天献花吗 先了解了解 好 停 说出您想送花的对象 我想付给一号 一号 不是三号 来 掌声有请 一号女士走到现在对面 来 先生 说出您的心愿 送出手中的玫瑰花 吃一下 是否女士会接受 抱歉 不好意思 是吗 拒绝了 可以 谢谢 好 来没关系 回到可思议局上 谢谢 其实当我们碰到了 真正生命中出现那个 可以携手走的人时候 勇敢地去送出你手中 代表爱情的玫瑰花 也许会收获您想要的幸福 爱情 需要我们有勇气 献给你们每一位 也祝福每一位 早点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谢谢我们两位老师 谢谢今天来到现场的 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观众朋友 下期节目再见 他们的缘分妙不可言 现在生活在马连道附近 对 我土生土长在跟他一样马连道 你也住在马连道呀 生土长 太招先生今天眼中带的菠菜了吗 看出来了 秋天的菠菜 对对对 以后准备天天送菠菜了 像开灵 二号男嘉宾的上场 扭转场上局面 女嘉宾们纷纷对二号男嘉宾 表示好感 我对他印象挺好 是您喜欢那种类型吗 是是是 喜欢这位先生吗 挺欣赏的吧 二号男嘉宾帅气的外表之下 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真的掌羞为父 为我们弟弟妹 为了这家付出了很多 我真的 我特疼哥 我没有哥哥付出什么 我都不觉着后悔 我大哥原来就特疼我 我能叫你说妹妹吗 我哥哥也特疼我 真的 他们最终能否牵手幸福 敬请关注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辈子我就爱你一个人 嫁给我好吗